这只小猴子是有多懂事 才以至于让妈妈放心地把小宝宝独自放在家里 由于要送自己的女儿上学 妈妈不得不一大早就带着女儿离开了家门 浑然不知的小猴子一觉醒来突然发现 妈妈竟然不在小宝宝的身边 放心不下小宝宝的小猴子赶紧来到了小宝宝的一旁 仔细地观察着床上的小宝宝 还好这时小宝宝还没有睡醒 他着急忙慌地从卧室跑了出来 想要在小宝宝睡醒之前找到自己的妈妈 可小猴子根本就不知道妈妈是送姐姐上学去了 他把整个房间都找了个遍 从卧室找到客厅都不见妈妈的踪迹 正当他一筹莫展时突然意识到自己离开小宝宝太久了 小猴子只好赶紧跑回宝宝的房间里 迅速地跳到宝宝的身边 还好小宝宝还没有睡醒 不然又要折腾来折腾去的 小猴子叫阿布 是一只和人类一起长大的小猴子 自从家里有了小宝宝之后 阿布就开始主动地帮妈妈照顾小宝宝 小猴子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多小时 很难相信天性活泼好动的 他竟然在小宝宝的身旁寸步不离 直到妈妈戴着头盔出现在门口时 才抱着妈妈的手掌离开了这里 为了奖励阿布 妈妈竟然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橘子拿给了他 看着妈妈手里的橘子 阿布虽然猴急得像一只猴子一样 但他始终端坐在那里不争不抢地 等待着妈妈把橘子包好 这样懂事又可爱的小猴子你爱了吗